我想先跟各位做一個溝通 天氣預測呢 它一定會有它的不確定因素 這個跟科學的本質有關 因為隨著這個觀測的資料 不斷不斷的更新的時候 會影響它預報的結果 我想也就是說 預報會有不確定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以這一次的台北降雪 日本氣象協會它說出說 台北會下雪這樣的一件事情 我想第一個就是從預報上面來看的話 確實可能有一些資訊都呈現說 在一些海拔比較高 或是在1000公尺左右的高山 可能都會降雪 至於平地是不是會下雪 當然那個就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一個問題 以這一次日本氣象協會JWA 他們這一次提供的資訊上面來看 我想或許他們也抓到這樣預測的趨勢 只是說他們把這樣的一個現象講出來 事後來看的話 確實這一次可以驗證說它是對的 可是我還是要說明 就是預測一定會有對跟不對的時候 所以我們比較重要的是說 要知道我們這一次預報正確是為什麼報對 報錯是在哪裡 在下一次的時候 我們在做預測的時候才有更改進 而不是說它這一次報對 可是會不會它之前都報錯了 我們也不曉得 所以我想就是說 舉個例子來講的話 一個時鐘壞掉的話 它在一天至少也有兩次時間是對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概念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以它我們看到的資訊上面來看 它說台北會下雪 這個資訊其實也沒有那麼精準 台北台北範圍那麼大 是台北氣象站這個地方 還是說整個大台北地區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接收資訊的時候 可能也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當然以廣義上面來講的話 確實這一次在北部台北很多平地 都出現冰或險 下雪的平地好像是沒有啦 但是都是屬於冰跟險的一個部分 所以如果說嚴格來講的話 這台北是不是有報對 其實我會用比較嚴格的角度來看 我會認為它是預測台北的氣象站 有沒有下雪 以事後來看我會覺得說 其實它這部分也沒有說報的對 只是說廣義來看的話 下冰險的地方其實還蠻多的 只是說在台北這地方 它也是在低海拔的地方 或是說有些平地有下一些冰險的部分 所以預測其實就牽涉到說 這個資訊它的地點跟時間 以這次來看的話 它對這次的預報呢 是有某種的準確度 因為我要比較嚴格 因為確實就是說 他說台北會下雪 到底是台北哪個地方 是台北氣象站或是說平地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討論 我想重點就是說 要知道它這次報對呢 是因為它敢講而報對呢 還是說它真的掌握了一些氣象的情質 我想我們在做每次的天氣預報的時候 其實都需要不斷的探究說 為什麼我們這次報錯 為什麼我們報對 在之後呢 我們才會有不斷的一個改進的空間 日本氣象協會的JWA呢 其實它早期是有很多日本氣象局 退休的一些比較有豐富經驗的預報員 他們再到那個氣象協會那邊去從事一些後續的 比如說研究的一些工作以及經驗傳承的部分 但是到後來之後其實它有一些比較年輕的 對氣象有興趣的人 他們沒有辦法到這個公家單位工作 其實它也就到JWA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它是有點像一個民間的一個氣象組織 就一般的一個大眾上面來講的話 日本他們民眾接收到的氣象資訊呢 其實還是以官方的居多 但是有一些比較屬於私人企業 或是比較特殊的一些行業 它需要有一些更不一樣的一個資訊的產品 他們就會尋求私人的機構 因為有一些可能要訂製比較特別的一些預測的一個資訊 所以JWA是我們知道的 他們日本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氣象私人公司 另外還有像微論news等等 還有其他一些其他的一些氣象公司 都在日本當中 基本上如果說我們以全球的觀測資料上面來看的話 日本他們是在世界氣象組織裡面 他們本身接收的資料相對會比我們多一點 台灣當然我們不在世界氣象組織裡面 不過有一些免費的一些全球交換資料 氣象局也可以獲得 我想在一些基礎上面來講的話是還蠻類似 另外呢會就是說影響我們預報的一個準或不準 其實有兩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對這個氣象的科學技術的發展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個重視 像日本其實他們在電腦模式方面 還有在這個人力的資源上面 他整個一個經費啊投入的程度 相對來講的話 似乎都有比台灣來的比較多 我想這部分是我們可能可以在這個資源上面 投入更多的氣象的一些研究跟發展 這一波的一個冷空氣的影響 很多人都說是這個AO北極負向位 我想在這邊也稍微再跟大家來做個一個溝通 北極震盪出現負向位的時候 其實它代表在極區很冷的這個大冰櫃呢 它的冷空氣露出來 只是這個冷空氣露出來 它到底會往哪邊移動 其實還要看當時大氣的環境跟條件 以我們這一次來看的話 北極震盪的負向位大概是在1月16號達到最低 我們最冷的時候其實反而是在1月24號 所以某種程度上面來講的話 跟北極震盪的負向位有一點關係 但不是絕對 不是說每一次的北極震盪負向位 我們台灣一定冷 以這個這一次的一個情形呢 整個西伯利亞的一個高壓的一個強度 其實是非常非常強 整個冷空氣呢 它幾乎是分裂出來的一個冷高壓 就直衝 由北到南直衝到我們台灣到香港附近 這個是這一次偏冷的一個情形 非常明顯的一個狀況 至於就是說下雪的現象 這一次很多的朋友們有拍到 或是看到冰險或雪的一個情形呢 其實是跟我們這一次有非常豐富的水氣 這個水氣呢其實是從這個印度洋 中南半島南海那一帶上來 至於原因是為什麼 當然我們從資料上面來看 跟印度洋那邊海水溫度偏暖 有一點關係 當那邊的海溫偏暖的時候 它會引發大氣的反應 把這個印度洋那邊的水氣呢 源源不絕的帶到台灣這附近 所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冷的狀況幅度其實非常明顯 全省大概都是出現各位數字的低溫 除了一兩個站 它是還有兩位數字的低溫 這一次呢比較特別的是 整個出現這種冰雪的現象 被很多的觀眾朋友有看到 這是比較大的 至於說比如說它下雪的量 有沒有很多 在2005年的3月玉山大概下了 將近兩百多公分的降雪 但是這一次其實沒有那麼多 所以就看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比較 另外來講的話 以台灣的歷史來講的話 1963年 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 那時候都還沒出生 1963年我也還沒出生 不過1963年的時候 1月的2728呢 那三天呢 台北出現零下0.1度 台中出現零下0.7度 所以1963年的1月底的那個低溫 其實也是比這一次更強 我們這一次整個低溫上面來看的話 平地上面可能就是3度4度這樣子 這一次呢經過這個 呃 絕對強的這個寒流的洗禮之後 我們的溫度呢 在明天可能還是會有點低 不過它最冷的時候已經過了 預估來看的話 大概禮拜三禮拜四 溫度會有比較明顯的回升 所以經過一個急凍之後呢 我們溫度稍微又會 進入比較像春天回暖的一個情形 所以聽友可能要特別注意這種天氣的這個冷熱的變化 大家好 從氣氧局的預測的地面天氣圖 在昨天清晨早上8點那一張 其實有看到一個數值 1092的一個高壓的一個數值 那我想跟大家來做說什麼是高氣壓 高氣壓其實它代表那個地方的空氣累積的一個重量 越重呢它的中心氣壓的數值就會越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越冷的空氣它就越重 所以呢它的氣壓的數值越大 其實代表那個空氣就越冷 這是我想這個是它中心氣壓數值高低大小的一個說明 好 為什麼就是說在這個蒙古西伯利亞那一代呢 其實在冬天常常會出現這麼強的高壓 其實這個跟整個太陽的移動有關 現在是冬天太陽在南半球 整個一個地球在接收熱量的部分在極區是最少 所以極區呢在高緯度地方 其實它在冬天的時候呢 地表的溫度就會下降的非常非常快 因為沒有加熱了 所以它的氣壓它的這個接收熱量比較小 所以呢它的溫度就會越來越低越來越低 就造成那邊常常是冷空 我們說它是冷空氣的家鄉這樣子 至於就是說整個高壓的一個強度 其實它就是表示說它的冷空氣非常冷 比較強冷的一個狀況 這個蒙古它的一個策戰的一個資料上面來看的話 就世界氣象組織歷史上的紀錄 最強的氣壓數值是以官方的這個紀錄來講的話 是1089毫八左右 就是买怕的一個部分 昨天在上午8點出現的氣氧局分析是1092 但是不同的作業單位分析出來的數值 其實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我想因為最主要是在蒙古那個地方 它的高度有點高度 所以它在一個高度要再反算到這個海平面呢 可能會有一些資料的一些差距 所以這部分可能還是需要進一步的去求證 只是說這個高壓的一個強度 其實就代表它空氣夠冷 如果從正式世界氣象組織在極端天氣的一個高氣壓的數值 最強是1089毫八 當然目前昨天的一個出現的數值 因為還有一些不確定性 可能事後是需要經過一些 事後的經過觀測資料的一個重新的教驗才能夠確認 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說 這一波的一個高氣壓 它只是部分的一個冷空氣能往南邊直衝下來 就造成我們在這個過去兩天非常冷的一個現象 北極震盪它是地球系統裡面一個自然的一個現象 它代表的是在極區跟極區的南邊氣壓 像一個敲敲板的一個擺盪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 它常常就是有時候就會出現正值 有時候就出現負值 出現負值的時候代表呢 我們說大自然的這個冷凍庫 北極那邊被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代表冷空氣它就會往南邊來流竄 至於說這個冷空氣它要流到什麼地方 就要看當時我們說氣象大氣它的一個變化的一個特徵 剛好這一次呢 冷空氣它其實分成兩股勢力流下來 一股就是從這個蒙古西伯利亞高壓那邊 移動到這個中國還到台灣 另外一股呢 其實是它流到這個歐洲 特別是東歐南歐跟北非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年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受到這個比較強的一個冷空氣的勢力影響之下 也造成我們這一次的低溫 不過這一次的低溫 如果我們從歷史上面來看的話 1963年的1月27號28號 其實我們還出現更低的一個低溫 台北出現零下0.1度 台中是0.7度 零下0.7度 整個一個低溫的數值其實比我們這一次 這一次的一個狀況還來的更能 高壓今年的一個高壓的一個偏強 是不是跟這個AO的一個負向位有關 從過去的研究上面來看 確實就是說當AO的數值偏的比較負的時候 西伯利亞蒙古高壓的一個強度會比較明顯偏強 只是說偏強是不是一定會影響我們台灣 其實還要看冷空氣的走向 所以AO出現負值的時候不代表台灣就一定會很冷 它不是一個必然的一個關係 只是說當AO出現負向位的時候 大自然的冷凍庫被打開了 冷空氣到底會往哪邊流竄呢 就需要看當時氣象的一些的一個條件來做配合 這一次我們最冷的時間點是落在1月24號 我想這一次的冷確實是全省 除了恆春跟花蓮它還有兩位數字的一個溫度 低溫都是各位數字的低溫 像台北的話大概也大概四度左右的一個低溫情形 只是呢這一次的一個冷的一個幅度 跟1963年比起來還不算特別的冷 不過呢這一次有很多的朋友 有看到這個下雪或下冰險的一個狀況 所以從整個一個比較低海拔的地方 出現明顯的降雪或險的一個現象 跟1963年來比的話可能是比較大一點 因為1963年現在我們還有 還沒有比較大的這個觀測的資料 沒有像說現在大家有手機啊 行動裝置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冰險的現象 就可以回傳回來 所以我們如果說就冷 冷低溫的狀況來講的話 1963年其實比我們昨天還冷 下雪的情形 由於資料的可用性的關係 今年因為現在有很多的這個3C的產品 所以回傳很多這個下雪跟冰險的一個情形 2005年的3月其實3月5號6號 其實我們也是一個近10年最冷的一年 在那個那天的時候 玉山大概也有下了大概200多毫米的這個降雪 這次玉山也沒有下那麼多 所以我們很難去說從一個單一的側站的低溫 然後降雪量啊 大家所看到這個冰雪的現象來說 欸今年到底冷是不是很冷 只是說在這個1980年代之後 比較年輕的觀眾朋友 因為是在一個比較暖化 比較暖冬的一個世代出生的 所以他會認為說冬天就是應該不至於太冷 可是像我的年紀 其實我們那時候的冬天其實非常冷 常常出現比較低溫的狀況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剛好在一個暖化的背景之下 也是讓大家有一個提醒 有說在一個全球真溫的一個大的趨勢之下 昨天的這種偏冷的寒流的一個發生 那其實就好像是一個溫度比較大的一個大的一個震盪 可能大家會覺得就是說這一次的冷空氣 它南下的一個強度似乎是比較明顯偏強 感覺是冷空氣是不是衝過頭了 但是如果我們從一些資料上面來看 其實這一次冷空氣的強度是比較強啦 也沒有算衝過頭 因為其實像香港或是越南菲律賓 有時候它在一些特殊的狀況也會有明顯的一個低溫現象發生 我想明天過後的電影對大家影響應該是非常非常的大啦 在一個暖化的一個氣候特性之下 未來出現高溫熱浪或是劇烈的降水以及淹水的事件 其實它的出現的頻率或強度已經被科學家證實說 有可能會越來越多越頻繁 至於就是說像我們說這種很冷極冷的這種現象 不代表它不會出現 只是說在一個暖化的背景之下 這種比較極端偏冷的事件相對出現的機會就比較少 是會比較少它不會這麼頻繁 只是說我們在過去這幾年 像2010年其實我們台灣也非常非常冷 那也是大概近十幾年最冷的一次 對所以可能就是特別要留意就是說 在一個比較溫暖的世代出生的年輕的世代 對於這種比較冷的這種天氣的忍受度或感受度 它可能會忍受度會比較低一點 感受度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留意啦 這個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說從去年的10月11月其實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從去年12月到今年的2月的冬季是會比較偏暖 其實它是講一個比較大的趨勢 也就是說這個暖冬的趨勢 它代表溫度應該是會偏暖的 那麼昨天的這個寒流只是它讓這個溫度有一個比較低的擺盪 可是它整個大的趨勢還是往上的 所以我想至少從資料上面來看 這三天的低溫還是沒有扭轉 就是說這個冬季到目前為止偏暖的現象 從短期的預報資料來看的話 2月跟3月 2月跟3月其實偏暖的機會還是比較高 我喜歡 1月2日 1月3日